从前,有三只小猪,它们分别是大猪、二猪和小猪。 它们决定离开妈妈的家,建造自己的房子。 大猪偷懒想要快速完成选择用稻草建造房子, 而二猪也偷懒想要快速完成就选择用木头建造房子。 小猪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,用砖块建造了一座坚固的房子。 肚子饿的大灰狼在森林中得知三只小猪建造了房子。 它先来到大猪的稻草屋,轻轻一吹就把房子吹倒了。 大猪吓得逃到二猪的木屋,大灰狼赶到二猪的木屋,一阵狠狠地吹, 木屋摇晃不已,最终也被吹倒。 大猪和二猪紧急躲进小猪的砖块房, 大灰狼看到小猪的坚固房子,依然不死心。 用尽全力吹了又吹,但小猪的房子屹立不摇, 失败的大灰狼放弃了。 三只小猪在安全的房子里欢呼, 最后妈妈也来到了他们的新家,全家团圆。